将这口井称之为锁龙井 传说井下还有一个海岩 海岩之通渤海 谁要是动了泉岩 整个北京城就要被大水淹了 在后来城市建设中 由于这口井碍事 工人们于是打算将井填了 不过打开井盖后 却看到里头有一条手臂粗的铁链 井深不见底 当时的人很迷信 都说不能动 但有好事又胆大者 非要看看铁链下到底有什么 于是开始向上倒铁链 铁链越倒越多 却没有倒头的意思 同时听到井中 发出隆隆的沉闷响声 工人们害怕了 将铁链又放了回去 最后只将井口去掉 用大石条盖上 在上面修路 井就在当年十字路口的中心处 听说当时围观的人有数十人之多 许多老一辈的北京人提起这件事都还津津乐道 说得有板有言 此外 据说在日本侵略期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相传在1937年 日军在北平西南罗估桥附近演习时 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入侵占领北平 而后在全城搜查时 于北京北信桥的位置 发现了一口奇怪的井 便以为井里头藏有中国士兵 所以强迫老百姓拉过锁龙的铁链 不过这铁链似乎没有尽头一样 拉了三天三夜 还没有到头 泡过水的铁链 甚至摆得满大街都是 日军有些不信邪 还让继续往上拉 这时井里突然往上反黑水 黑水充满欣慰 而且井里还传来了怪声 类似牛叫 吓得日军也不敢再往上拉了 把拉上来的链子又顺了回去 而现在之所以找不到锁龙街 是因为近代城市建设需要 在原址上盖起了商地 起地基的时候 把那口井给绕了过去 井的正上方有一间小屋子 常年锁着 类似的传闻屡见不鲜 在民间和野水中广为流传 莫非北京北信墙的位置 真的存在着这么一口神秘的古井 井里头又是否锁着一条活龙呢 可是反过来一想 又有些不对劲 既然锁龙井的故事被传得这么邪乎 为什么没有专家专能前往一探究竟呢 为什么在各个传说的背后 铁链都只拉到一半 又放回井里呢 当神秘与疑惑相砸肘 便如同夜幕下的迷雾 让人真伪难辨 据民间故事 姚广孝秦龙记记载 北信桥锁龙井最初是起源于明朝 相传当年朱棣夺位称帝后 便准备将都城由南京前往北平 于是先派遣姚广孝负责修缮北京城 姚广孝入京后 却意外地发现了城内有九处海影 内部泉水能够直通大海 其中有两处最大 一口在京西玉泉山下 被白塔镇着 还有一口在北新桥 由于没有镇压之物 内部常有聂龙出来作怪 于是姚广孝 连同宋朝岳将军的英灵 一同制服了聂龙 而后便在北新桥海影位置 修建了一口井 将聂龙锁入井内 井上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岳飞庙 用于镇压叶龙 这正是北新桥索龙井的来由 其实有关索龙井的传说 也并非北京独有 除此之外 还有宇州的宇王索交井 都江燕扶龙潭 济南市顺井 淮阴龟山之奇井 重庆市乌山县索龙村的索龙柱 等等多不生数 巧合的是 在各地索龙井的故事中 几乎都有着几个共同的共行 一是拉洞铁链很长后 井水出现风滚现象 二是拉洞锁链后 会有腥味涌来 三是井底 偶尔会传出牛鸣般的声音 至于1934年 银口坠龙事件里 所描述的龙鸣声相似 也符合传说中龙的角度 这让我们不禁有些疑惑 为何古代仙民会大量的建造出 具有神秘色彩的索龙井 而且有关索龙井的共性如此之多呢 莫非这仅仅只是巧合 这么简单吗 有专家做出研究 但凡有索龙井存在的区域 历史上几乎都曾发生过重大的洪灾 就拿北新桥索龙井来说 早在数百万年前 北京就曾发生过海浸事件 北京的苦海游州之称 正是由此而来 还有宇州的宇王所交警 当年宇州便是洪水侵袭的重灾区 再比如都江燕扶龙潭 正是礼兵父子治水的重要区域 而龙在中国神话体系中 是同龄水族的王 掌握行云不云的职责 再加上古人对大自然的认知不够 所以把洪灾归结于聂龙的兴风阻浪 因故建造索龙井的意愿 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来减少洪水带来的灾难 也从侧面的反映出了 人们数千年以来的治水理想 所以有很大部分人认为 索龙井确实存在 但是井内存在活龙的相关传说 确实不太信实的 否则 按照索龙井的故事传说 只要将井内铁链完全的拉出 岂不是能够见到真龙了 当然 由于价值观和思考方式的不同 同样有人提出了相对的想法 毕竟在十二生肖中 古人为何要独创出一个不存在的龙呢 没见过 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其实细细想来 类似北心桥索龙井 灵异事件 之所以能如此出名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有真有假 有真论 才是它背后的魅力所在